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佛经中记载着说,人在临命中之前,如果能够称念时生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够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 那么既然在临终前念佛,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还要从现在就开始学佛呢? 这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需要靠信、愿、行 信就是信仰的意思 愿是悲愿,发达悲愿的意思 行就是修行的意思 其中的信是我们希望生净土的人 需要相信 相信佛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 佛所说的释迦牟尼佛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有的 以及阿弥陀佛的愿力是真的 这是信仁要相信自己能够往生净土 希望自己往生净土 自己有这个意愿要往生净土 同时也要相信阿弥陀佛曾经发了大悲愿 同时也要相信阿弥陀佛曾经发了大悲愿 修行是我们副教徒的事 如果不修行呢 就不能够产生信心的坚固的力量 也不能够由这样子的一个愿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行其实是最重要的 如何的行法呢 在《无量寿经》里面呢 以及《观无量寿经》里面呢 和《弥陀经》里面都说到需要行 最简单的行呢 是只要临终深念念阿弥陀佛 而且发愿愿生西方净土 就能够到西方去 问题是仅仅是临终的深念 是不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就马上能够见到佛 文法的解脱呢 不容易 因此最好呢 不要到临命宗师在念阿弥陀佛 另外临命宗师可以用深念念佛 求生净土 可是呢 平常不念佛的人 你跟佛根本没有缘 你没有寄上缘 自己不念佛 也不跟念佛的人在一起 你临终的时候 谁来叫你念阿弥陀佛 在临终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要念阿弥陀佛 你在临终的时候 你相信不相信呢 你念了阿弥陀佛有用 这可是大问题 所以仅仅指望到临命宗师念阿弥陀佛 是非常的脆弱的 不可靠的 纵然因为你过去无量的事 来有善根 对于灵命宗师 在临命宗师 有人呢 来开导你 帮助你 希望你念佛 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很安详的 是不是很平静的 如果又是贪生又是怕死 对这个世界舍不得财产 舍不得儿女 舍不得地位 还有放不下那些怨恨的人和事 这样子你也生不了净土的 你念佛也念不出来 念了以后也生不了净土 所以还是非常忠实在平常要修行的 修行包括很多种 要希望生到九瓶莲花的上品上升 一定要有三种形 第一要孝顺父母 尽事事长 第二要修行失散 要做种种的善事好事 第三要发大悲愿心 发菩提心 愿度众生 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而且在没有死之前 这三种事要不断地在修行 那才能够是我们在灵明宗时 你就能够往生西方 当然以上的三种修行法之外呢 念佛是非常重要的 念佛如果能够念到一心不乱 平常常常能够念到一心不乱 就不需要说等到灵明宗时 念十句无谜陀佛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走的 例如说 有火灾 有水灾 遇到什么车祸 空难 那你突然间死了 你根本没有机会 没有时间念 无谜陀佛 那你怎么办 如果平常念了佛 没有关系 在什么情况下走 多时能够保证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平常念佛非常重要 临时的最后的 临终生念也需要念 平常也需要念 在大法谷节目里面 跟您见面了 台北的杨小姐问 学佛的目的是为了 自己求解脱呢 还是为了度化众生 如果有人自私的 只为了自己求解脱 成佛而学佛的话 这种人真的能够 解脱成佛吗 让我们来听听 圣言法师的看法 修修佛法 新疆佛教 多半的人是因为 自己有困扰 自己有烦恼 自己有痛苦 希望能够用佛法来 使得自己解决 使得自己解决困难和痛苦 这本身就是自私的 再就是自立的 这也就是自己求解脱的 一种动机 所以自私的动机是正确的 自以求解脱的动机 也是正常的 只有几少数的 非常少的人 他不是为了自己求解脱 而是就是说 佛法很好 很有用 用佛法帮助人 是太需要了 就好像是说 做医生的人 他进医修院 学妇产科 或者是修什么科 他并不是说因为 这个生孩子生不出来 他就去修妇产科 并不是因为直接 还有妇人病 才去修妇产科 这是说 学了这种技术 医术 就能够帮助很多的人 从病苦得到解脱 这种人就是医生 因此我们称佛为医王 那医生有的不是 有的就是说 医生是个好正义 可以很快地赚到钱 可以买房子 买车子 而且房子又卖又高 又卖又大 车子又卖又好 家里的生活 又来 又富裕 很多的人是 说医生就是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目的 而做医生 那么这种人 那也是我们想自私 自私也不错了 他就还是做了医生忙 做了医生 还是在救人的 所以是呢 自私 绝对的自私的人 是很少的 自私的目的 而自私的过程之中 还能够 有利他的 这种行为的 这是我们普通的人 是正常现象的 那么再作为一个 副教徒来讲 这就自己解脱 而不求啊 不希望啊 来 把自己奉献出去 来使得大众啊 使得众生啊 离苦得乐 这种观念的人 蛮多的 甚至于出家人之中啊 这种观念的人 非常多的 可是呢 当他一接触到 佛教 佛法之后 在 自己解决问题的同时 同样的 他也会啊 有慈悲性出现 自己很 幸运的遇到了佛法了 自己能够用佛法来调心了 能够用佛法来啊 作为生活的指标 使得生活 比较啊 有规律啊 有啊 安宁呢 有平安呢 所以是呢 希望人家也能够得到 这是 我们法古山今天 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法古山的每一个会员呢 我们叫他鼓手 要是说用佛法的鼓 来敲遍人间去 一边直接用佛法 一边把佛法 分享给他人了 那么在家庭里边 一个人修佛 那么另外一个人 另外几个人 也会啊 得到利益 这个是自利利他的 以自利为摩的 为开端 为着手 但是呢 着手开始之后啊 自然而然会 走上啊 利他的 这个路的 所以 绝对知识的人 是很少的 除非啊 真的 这种知识的人呢 他是 说我还没得解脱 我还没证欧罗汉果 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做 我只希望人家成就我 希望我 能够先证欧罗汉果 先成佛 然后呢 我再帮助你们 这个 自私的一种心态呢 能不能成欧罗汉果啊 能不能够啊 成佛啊 保证 不能成欧罗汉果 保证 不能成佛 因为一个自私的一个心 就是个烦恼心 就是非常自私的心呢 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因为啊 希望 自己啊 能够找到一个被风港 老是要追求被风港 老是没有安全感 这种人永远不得解脱 永远不会成佛罗汉 永远不会成佛 所以只有啊 要渐渐的渐渐的 一边止息呢 来帮助自己减少烦恼 同时呢 把自我中心呢 自我的知识的知识啊 又看又淡 又看又淡 在这个情形下 有可能 增欧罗汉果啊 而增了欧罗汉果的人 他同时 同样的 他会帮助众生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 有很多的欧罗汉啊 在成佛 在增欧罗汉果之前啊 他们 并没有什么大修行 增了欧罗汉果以后呢 就广激善缘了 那么 因此呢 有的人说 我们增了欧罗汉果 再广激善缘了 其实必定啊 如果说是啊 我们现在的 一般的反复 大家都希望 增了欧罗汉果 再来度众生 我们这个世界 就没有佛教了 我们这个世界 就没有佛法了 我们这个世界 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可怜的一个世界了 所以呢 应该呢 以大圣佛法来讲 这是 子激未度啊 限度人 这是菩萨出法性 一定要这样子呢 才能够成佛成的快一点 解脱解脱的快一点 欧美徒书 在目前的社会里呢 越来越多的人 为了健康 或者是为了 常养慈悲心 而改吃素食 坊间的素食馆 也越来越多 不过有些人呢 怕吃素营养不够 会补充一些维他命之类的营养品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素食者是不是能够食用 像蜂王乳 鱼干油之类的营养品呢 我首先呢 要讲啊 吃素的一个观念呢 和吃素的动机是什么 在 福教呢 他的动机是慈悲 不是说怕吃了这个猪肉一斤呢 就要患食流量了 当然呢 这是因果观念 因果报应呢 这是一种事实啊 也是一种理论 可是呢 佛主张啊 我们吃素啊 是啊 基于慈悲的观念 众生都有生命 多爱惜生命 众生呢 都像我们人一样 也希望活 不希望死的 而 肉死的人呢 那它就是 以众生的生命 你的肉体啊 那作为自己的 生命的 严格的呀 食物 那对呀 慈悲心 就会伤害了 那么现在的人呢 吃素呢 是 为了 作为天然食物 自然食物 健康食物 也吃得非常的 亲近啊 真正的健康食物的 信众们啊 他们不是宗教信仰 他们就是为了 身体的健康啊 而 不吃动物的东西 不吃啊 有化学品 加添物的食物 所以是呢 这跟 这跟 佛教的 素食啊 不大一样 一个是为了 自己的 健康啊 理由 一个是为了啊 慈悲众生的理由 可是呢 在我们今天来讲啊 吃素的人 是不是营养不够呢 许多的人呢 认为吃素呢 就等于吃草 牛啊 羊啊 马啊 兔子啊 他们都是吃什么 吃草的 鹿啊 好像象也是吃草的 我们看到那些草食的动物啊 这身体都很大 力量都很强 他们身体都很壮 并非是因为吃草啊 而他们就变成了很 很瘦 很弱 不一定的 但是呢 也有人说 因为他们的这个 生理机构不一样 他们吃草 就能够把草啊 变成了种种的 维生素 我们的人的胃啊 肠胃啊 跟他们的 那些草食动物啊 不一样 所以是需要肉食 才够营养 其实不一定的 我们身体里边呢 所需要的 是 纤维 蛋白质 淀粉质 以及各种各样的 矿物质 和维生素 在植物里边都有啊 植物里边 羊羊都有 不是一定要从啊 动物身上去取得的 不过呢 有一些人呢 吃素啊 他不知道 如何地调皮自己的 食物的营养 饮食的呀 这个 成分 所以呢 又吃 又瘦 又吃呢 又不健康 如果说是 以现在的 健康食物来讲 没有问题的 这西方人呢 他们 现在吃素的人 越来越多 身体都很健康的 甚至于 有一些运动员 他们也在吃素啊 那么另外呢 因为这个问题里问到啊 能不能够吃 像架 像枫毛鲁 就 calendar 抵 ,虚 yan 像鱼 na 鱼干油呢?这是鱼身上取下来的 杀了鱼以后才有的 那当然最好是不吃 那如果不吃鱼干油是不是就不能活呢? 那植物里面能够提炼出来的这种成分造样有 另外蜂王鲁它是非常小的 幼年的或者是青年的一些工蜂吐出来的兔鱼 共济蜂王作为生物的 那些小蜜蜂那么辛苦的工作 结果我们一口要吃到那么多 吃到很多 再是再是一心不忍 另外呢 燕窝啊 的确实也是很残忍的 燕窝就是那个海燕 这个吐沫 突一做成的窝 那就是它的家 就是它这个小燕窝啊 这个浮软小燕窝的一个家 把它撤掉了以后啊 那是非常残忍的 虽然这两种并没有杀身 那个蜂王鲁和燕窝都没有杀身 但是对那些小动物来讲啊 是啊 蛮残忍的 那要不要吃呢 如果吃了以后 是不是啊 怎么样子犯了什么法了呢 或者是犯了戒了呢 戒律律都没有讲 这是我们呢 以慈悲心来讲的话 那最好少吃啦 因为这个好不算是少生 可是呢 这是不慈悲 方便徒子